在節目開始以前 別忘記訂閱按讚樂手槽頻道 並且分享給自己的朋友 需要字幕的話 也可以點開CC字幕 也歡迎選購樂手槽琴帶 及搖滾後背包 用實際行動來支持樂手槽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傀儡 在我旁邊是剪片蛋熊 哈囉 大家好 總算到了讓我很開心的地方 什麼意思 音箱測試 哦 我最愛音箱了 可是我們買不起很大顆的音箱 這個 好 我買小瓦數的 好像還好對不對 哦 對啊 音箱你不能一顆一顆買 但是音箱模擬可以 等一下 不能一顆一顆買嗎 我們講音箱模擬 其實以前我們在綜合效果器上面 這東西已經很常見了 對 我用PODX3那時候 就有音箱模擬一大堆了 對啊 像我以前用HD500 也是有很多音箱模擬 哦 我都比你老 年紀上也是有點差 對對對 不過我記得 那個時候的音箱模擬 就很單純 就是啊 我今天模仿的是 假如說Marshall的JCM800 嘿 他就整顆JCM800 從音箱頭到Cab 整個是綁一起的 對 在我的那個時候 然後後來呢 慢慢就大家開始分出來了 欸 音箱頭是音箱頭模擬 然後Cab是Cab模擬 對 然後這幾年又推出IR 現在的模擬技術 其實越來越精細越來越講究 就科技是會進步的 對對對 所以聲音其實也越來越像 尤其我們講IR 他其實是拿真實的狀態 然後又重新演算算出來 過去幾年我們都在討論說 欸 數位啊 像其實我們節目最早叫做 邁向數位之路你知道嗎 真的假的 對 我們最早 兩種兩派 兩個路線啊 但是那個節目到中間一段時間 忽然整個變掉了 因為推出了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嗯 就是我們腳下現在可以看到的 Srimon Iridium 它是一顆音箱模擬效果器 單顆的 它不是像我們以前過去縱效 它是縱效裡面的一個功能 它把這個功能整個抽出來 變成一個單顆效果器 就你可以把它講像是 你的效果器盤上面的音箱 可以整合到Payrobo上面的音箱 對對對 然後呢 欸 這樣有什麼好處 就比較輕啊 對 因為其實用這類產品的好處 就是你的音色可以控制在一定的穩定度 嗯 就是接下來會影響你的音色的 就只會剩下 Pierre大哥 當然他使用的Mixer 他使用的外場喇叭 其實還是對你的Tone會造成影響 對 但是你有一個基本盤在手上 台灣的樂團其實很幸福 就是通常現場音箱都給你了 就是你不用帶音箱去演出啦 對 那其實國外的話 就是音箱廠才要自備 對 那可是台灣的你也常遇到說 一到場地就有音箱出問題的 就是或者是你會碰到 不是你想要的音箱啦 嗯 我覺得這是比較大的問題 像我最近演出比較多嘛 嗯 然後都會要所謂的器材單 器材單上面通常就會有 音箱可以選擇 像我就比較簡單 我只要是 Marshall類或是Orange類的 我都可以接受 英國音箱 對那像我們吉他手 更無所謂 他每個音箱他都可以調出他想要的音色 嗯 喔好厲害喔 人家錄音師 喔也是 對啊 你摸手 他們對EQ整個超了解 對對對 那像我的話基本上就是英國體系的 我都OK這樣 對對對 如果你遇到Fender 就相對比較難調 對遇到Fender 我的調整會花比較多的時間啦 但大概也知道他的特性在哪裡 只是如果我可以不用Fender的話 我會選擇不用Fender 對 不是說Fender不好聽 我喜歡Fender clean tone 但是我常需要用到很多的破音 對 疊上去的感覺 不一定是你想要的感覺 對對對 這邊其實就講到重點 因為音箱實際上是你發聲的 最後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單位 對 所以說呢 如果你有一個你很熟悉的音箱 可以隨時待著 嗯 那你的表演基本上就會很穩定 那可是以前就是你要帶一個 很重的真空管音箱 甚至不是真空管還是很重啦 夠表演的音量的 那現在就是你只要有 音像模擬的效果器 嗯 然後你到最後就輸出給PA大哥 就好了 嘿 然後你的聲音就 所聽即所得 你在家什麼聲音 你出去大概就什麼聲音 就也只能大概啦 因為當然有講到MISSER 到PA那一段 其實還是有一些聲音上的變音 對 還有演出的空間大小等等 對 都會是影響你聲音的一個環節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不用這類產品 我們也是想說 其實最後你的tone怎麼樣 還是在PA大哥手上 他只能解決你一部分的疑慮啦 或者是你 比如說你今天團比較紅啊 你常常接一些商演 但商演不一定能夠給你 那麼多的設備的時候 你有這個東西就直接通給PA就算了 對對對 像我們熟知的小豬老師 對啊 他就蠻需要這一類的產品 那我們看一下右邊這一顆 這一顆是BOSS推出的IR200 IR200其實也是類似功能的產品 他給你很多不同的音箱 讓CAP可以做選擇 然後讓你可以直接捅到 就是往PA那邊送 你也不一定需要現場的音箱 我們今天的聲音 就是我們直接透過這兩顆音箱模擬 然後進到錄音界面裡面 就直接捅interface 對 那我們大家如果可以 余光可以看到我們 其實旁邊有很多的效果氣盤 看得到嗎 這邊好像看不到 其實看不到 對不對 其實我跟奎 今天都帶了自己的盤子來 那今天的走線法是 我的就是標準的四線法 因為IR200是有send return這個東西 我就是把我的game stage 東西都放在input 就是IR200的input之前 然後他是沒有做send return 所以我的空間系跟modulation 就是走send return 最後再從output進到interface Iridium就比較不一樣 Iridium只有in out而已 所以葵蕾是把game stage 放在pre前面 放在Iridium前面 然後output到它的modulation跟空間系 再送到interface 我剛剛在lag什麼東西 好 所以我們 我覺得我們先來聽聽看 這兩台的聲音 好啊 那你現在模擬的音響是哪些 我現在模擬的是一個 我平常其實根本不會用的音響 是它這上面寫的是Round 那其實你官網 大家可以看得到它寫 大概這顆模擬的是 Fender的Deluxe Reverb OK好 喔真的是你不會用的音響 對完全是不會用的音響 我們大概可以聽聽看 等一下你彈這個東西 我等一下要彈什麼 太難了吧 隨你啊 搞我 啊好啊 可以你把你賣的記憶 那我這邊用的就是IR200嘛 比較符合我的BOSS人色 我現在選的音響就是老樣子是 它上面寫的是British的4stack 嗯 那基本上就是比較Marshall的音色這樣 對 其實近期啊 已經越來越多廠商推出類似的產品了 那實際上呢我們會發現它們很常出現的狀況就是它們模擬的音響其實沒有那麼多 像是Straiman Iridium它大概裡面就模仿三顆音響 對 一個就是比較像Fender的 嗯 然後一個就是Vox的感覺的 那它有一個就是Plexi 就我們講Marshall 老的Marshall 1959那一種 就是音響三本柱啊 對對對 因為實際上它們的後機管不太一樣 就它們算是三個很有代表性的音色的 然後呢它另外就是 左邊我可以看到就是三顆音響 右邊的Cab 它也有三種可以選擇 那實際上如果你接到電腦上你可以看到它有給你九個 嗯 就是說高品質的IR檔案 嗯 對然後這邊再補充一下 它不是說只能這樣單獨使用 它也可以只開 只開音箱模擬不開Cab 它也可以只開Cab不開音箱模擬 就是說你還是有一點自由度 可是因為Straiman它的介面就是蠻單純的 所以你第一看說明書它告訴你怎麼弄 哦 理解理解 那所以說相對來說 呃對我來講 就像我自己是比較high game的人嘛 對 所以相對來說這一顆我 其實第一次開箱的時候 我對它印象就是說 嗯它沒有很兇的東西 對但是我 那個開箱好久以前了 對 我是台灣第一個開箱的人 所以我們聽聽看 如果我把它放在一個Marshall 最兇的game的狀態 我們稍微先聽一次看看好不好 你說它把它本身 就是它本身破的程度 對對對 我覺得這一顆讓我最驚豔的地方 是它game可以開到最大 不會閃掉 所以整體來說 嗯它就是老搖滾老metal等級的破音 嗯嗯嗯 大概這樣 那boss這一顆的話 我覺得我比較 我看說明書上我比較興奮的時候 它裡面就本身就有比較模仿high game的音響 哦對啊它有個什麼X什麼東西 對對對 但其實你 因為我本來就不是用那麼high game的人 對對對 那我也不是用clean tone的人 嗯 所以你剛剛聽得出來 所以你剛剛聽得出來 我都有帶一定的game 不管是我在前段切單的時候 還是在後段humbucker的時候 嗯 這一類產品 其實我覺得有幾個重點可以看 因為在 這些產品出來之前 IR loader這種效果器 就等於說你就是 接上去可以讀IR的效果器 都已經有了 對 但是我覺得從這個產品開始 我們可以看到IRRIDION它上面有個ROOM的扭 它就是讓你增加一點空間感 我們可以看到它有一個耳機孔 嗯 那其實沒有空間的話 你一直用耳機聽其實是蠻不舒服的 是 對 所以說它加入空間以後 你會覺得說 欸它跟你耳朵稍微有一點距離感 就有一點濕濕的感覺 嗯 所以說你聽起來就不會那麼的不舒服 嗯 對 然後整體來說 這一台介面就非常單純 低中高頻 然後一個空間的大小的感覺 就是它轉大就空間再大一點這樣 對 然後Drive跟Level 其實相對來說 我覺得摔滅Iridium 它是開始做這件事情的人 它也把事情做得很單純 就讓你就是 就單純當一個音箱的底在用 嗯 它沒有什麼額外特別的功能 可是像Boss IR200 你看這扭的數量 我都覺得 哇 啊 就是它把音箱該常見的東西就做出來嘛 Gain Level 然後三段EQ 就是選Amp它也是用旋鈕 因為它數量比較多 就比較不適合用Switch做嘛 然後再來你能選Cable的旋鈕這樣 而且它其實大部分 它這兩排都可以按 嗯 它的鈕也是可以按的 那按下去有更多的選擇 哦 像我現在進來這個是它的Ambience 就是比較像是Iridium Room的部分嘛 可以選擇你的空間感這樣 對 而且你是比較明顯有Hole啊 Room啊 這些種 對對對 那譬如說我現在是開一個Studio 因為我自己還會再掛另外的嘛 的空間系嘛對不對 而且你是有參數的 就比較像把綜合效果器的效果做進去的感覺 沒有錯 而且有兩頁參數 Gain 其實蠻全面的 嗯 所以我現在有 現在把它內建的 哎呦 把它內建的Reverb打開一點點 我們聽聽看好了好不好 就它本身的Reverb 它本身就帶著一定的一個空間感在 其實還蠻方便的說實話 對 說實際上 而且你是可以當成效果 如果是我的話啦 我會就是讓它Always按一個短短的 讓我的聲音一直都有空間感在 因為R這個東西它畢竟是模仿麥克風收音的狀況對不對 空間也有收進去 對它就幫你把空間收進去 因為我們一般在麥克風收音的時候 它其實離得很近 嗯 對對對 它就比較不會有那空間的存在 它等於先幫你加一點空間感在裡面 對 比較像那個 In the room的感覺 啊 其實那個房間空間感 也會對你的聲音頻率有感 很明顯的感覺 對啊 反彈啊什麼都會有很明顯的感覺 對像我玩High Game的人 像我的Room功能 我可能在現場的時候我就是不能開 因為我就需要它乾乾的感覺 而且你本身就會透過Live House的空間 去傳遞那個空間感 其實這個時候就不太需要再把Room打開了 對我來講 沒有錯啦 對 然後IRR200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功能 跟Iridium很大的差別是 IRR200它是Bass也可以用的 哦對 它裡面也有Bass的模擬 對 其實我第一次聽到它是那個 看王莉的演出的時候 我們Podcast也有邀請王莉來過對不對 嗯 它在彩排嘛 對 因為它彩排的時候我就進去了 然後就聽到 哇那個Fender tone真的是蠻好聽的 嗯 就是Fender音箱的那種tone 然後就看台上沒有Fender 然後走過去 我說靠 R200喔 哦 真假的 那麼像 我就就是你 你一聽就知道那是Fender音箱 啊 對 然後我就蠻訝異的這樣 確實聲音是蠻不錯的 沒錯 我們在開始前我那個盤子很大 熊在旁邊一直在拚盤子 然後我的比較單純 我就先開始試 結果我Iridium一開下去 第一個它說 哦這Fender 哦對啊 對就是也是就是很直觀的印象 對 對對對 我覺得IR要做就要做到的程度 那當然R200它除了正面很多牛耳以外 其實你看它側面它包含它也可以接什麼AUX印啊 就有AUX印然後耳機輸出 對 然後另外這兩台其實它都可以外接控制踏板 就MIDI的部分也有做這樣 對對像我Iridium旁邊有個Favorite 那基本上就是切Preset功能 哦對 就等於說就像你去表演的時候 你有兩個Channel可以切 那IR200這邊的話就是有兩個踏板 你可以上下切Preset 然後在你看我這邊有一排導線對不對 它上面其實就有兩個小的MIDI孔 讓你可以做MIDI的輸入輸出 哦你這個還可以用MIDI 對對對 大家如果有聽我們Podcast的話 其實我們有聊到說 近年其實大家音樂風格上除了吉他使用的改變以外 然後其實另外一個是音樂風格上比較多的 就是一個clean的音箱 可能加一點overdrive效果等等 所以說這些產品它其實很重要的特點 就是它跟效果器匹配性 到底能不能做到很好的匹配 因為畢竟它都做成單顆的size 對 它就是看起來就是要配合你的效果去使用的 那我們有講過很多家不同產品 比如說LikesX的Helix Dump 當然我們以前介紹過Bose的GT-Core 這些產品都是為了整合在你的效果器盤上面 這一類產品就是縮小化的縱效 它其實都是為了整合在你的Pelobol上面 讓你可以解決掉一些事情 對對對 所以說我們今天就來稍微試一下 就是它跟效果器的匹配性 好那我看一下我們的Striven Iridium這邊 我這邊的話走法大概就是我前面有一個overdrive效果器 然後旁邊是傳說中會偷偷漲價的1981 對它是一顆Distortion效果器 那個因為傀儡之前都用地板偷嘛 然後說我沒high gain 不然1981先拿去用 我沒有Distortion很難講一下 這句話在你口中講出來超怪的 雖然說我Distortion也不多啦 但是你完全沒有我覺得超奇怪 我的JB2在你那邊 你JB2賣我 然後呢我在1981就overdrive distortion以後進入Iridium 然後這樣Iridium後面 就它澳出來後我們再接chorus跟我的空間系 現在是我回到我很clean tone的部分 就不用彈太多啦 這裡不是樂器行啦好不好 我們現在Distortion跟overdrive都打開 其實我覺得看下去那個顆粒感是蠻好的 對就是我覺得破音尤其破音因為它主要在tone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在啦 因為拓音可能是我比較常用的 聲音 可是我可以聽到其實這樣組合起來 要做出一個顆粒版夠的high gain算是夠的 對 那假如說我自己平常習慣 我clean tone可能就是開一個overdrive OK 然後加一個chorus跟delay一起進來喔 所以剛剛其實聽到我覺得整體來講的 跟小耳機的匹配性就蠻正常的 對 我也不知道怎麼去評斷它好不好 可是我覺得很正常 很好用 那我這邊的話就是IR200嘛 那我現在的話我請現在是set一個前段切單 後段hamburger 所以我前段理論上是一個比較low gain音色 這比較符合我平常在使用的狀態 對 聽起來還是low gain嘛對不對 跟子薇比起來你應該算比較low 他clean啊 哪有子薇的low gain好high gain 他不是low gain嘛 他那個就是high gain 他只有clean tone跟high gain 哈哈哈哈 那我的後段呢就會做一個 就是靠琴做出一個比較crunch的音色這樣 還是比較crunch 嗯 沒有到真的high gain這樣 那 所以呢我在他前面就補了一顆overdrive 當gamebooster 那我現在就把它打開來喔 嗯 我覺得iron 100跟單顆的適配性也不錯 至少game stage疊起來上去味道是對的 那我現在就是拿來做一些我譬如說彈後腰團 嗯 會做的事情這樣 還是我來做一個比較激烈一點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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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あ 沒有人 睡 Umm mountain 烈 我覺得它還是有一個compress的限制 稍微有把它弄壓成安全一點點 對對對因為如果這是用真的音響的話已經炸開了 喔 扯出差別了 不過像Strum & Iridium 我們剛剛其實從早上一直測試到現在 其實我覺得一個事情是它把它也是蠻限制在安全的範圍以內 我們有說它的那個EQ的範圍限制比較多 讓它就是一直保持在sweet spot上面 對所以說它很好調出好聽的聲音 就你大概想要什麼特性你稍微扭一下轉一下 差不多就好聽了 像其實像剛剛可以看到我High Gain的時候 我的那個Gain轉到最大對我來說都是安全痛 對安全痛 它不會說音樂轉到最大所以散掉 所以它基本上整顆所有的扭的範圍都是可以用的 對 那我自己在調這個類Marshal的音箱的時候 因為其實習慣上面我用Marshal的音箱我都會全部自中 因為我Overdrive不關 我會用Overdrive做我的低段EQ 對 然後我剛剛基本上還是自中 那我在彈的時候我第一個反應是好像高頻的味道是對的 因為Marshal我自己用過的譬如說JCM800 Plexi這種音箱它其實超亮 對所以亮度我覺得對的 但低頻好像有稍微少一點點 所以我補了一點點的低頻 對 我覺得Indeed質疑啦 因為你其實真的聽證音箱那低頻可能不一定是說 它前級那些進來的 對它可能是空間 它可能是空間造成的 所以我還是補了一點點的低頻 但我覺得聽起來是安全的這樣 所以我覺得其實音箱墨你算是一個蠻好用的表演工具 如果你的表演其實很多 然後你希望有一個穩定的表演其實很好用 就像我們在用縱效的時候一樣 對 那可是那這兩台的差別你覺得說哪些功能是比IR200 哪些功能是IR200比較吸引你的 有San Return吧 有San Return 雖然說我們剛剛可以看到那個 奎也錡走法其實也是跟有走San Return其實一樣的道理 對就是空間走後面效果走後面 然後破音走前面 對但其實回頭我頭來說一件事情是 Iridium這樣的模擬方式代表你的所有Modulation跟空間系 其實是放在你的CAP之後的 因為我們平常在講San Return 它是走在音箱前級跟後級間 它的效果其實還都是在CAP的前面 CAP是真正的最後的最後 對所以走San Return的話 它其實就在中間的位置 就跟CAP的中間的位置 所以那個其實模擬出來聲音多少 會有一點不太一樣 那就是看你使用習慣上 你覺得這樣對你影響有多大 所以其實IR200裡面的這個 Ambient這個參數有沒有 它也只給你模擬空間類 它不是真的做那種Rever 因為現在Rever其實做得很誇張 像我剛剛那個就很誇張 對但它也是真的是模擬它在空間裡面的聲音 對 好那今天也是感謝就是BOSS 跟台灣高空 借我們這兩顆效果器來用 對因為其實我們兩個對這個也是蠻好奇的 我被王力燒了一波 但是後來就是還是先別買好了 想買的東西好多買不完 對 但是因為我自己長期是使用音箱頭啊這些東西 其實出去表演如果你有一個更穩定的 這個東西我是會列入考慮 那前提是音箱頭要先賣掉 我其實被燒到有一部分原因 也是因為我希望表演的時候音色可以很穩定 但是我覺得今天我們大概也是 就趁機我們兩個也玩過一遍這兩台了 對啊因為其實我本來就對它的期待蠻高的 這個我是有蠻多朋友用過的 好大家現在最期待的音箱模擬是哪一顆效果器呢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吧 我們進入今天的YD Song YD Song 嗨大家好我是字幕君 今天的YD Song會由我來為大家介紹 既然是我第一次介紹這個單元的話 那我就來私心推薦一個 我自己很喜歡的 一個來自高雄的契樂搖滾樂團 他們叫做Arobe AROB 一個死都不取歌名 所以在串流上面其實很難搜尋到的一個奇怪樂團 那今天要來介紹的歌曲呢 是收入在他們2020的時候發行的EP 叫做5151裡面的2 對這首歌就叫做2 第一次注意到這個樂團 是因為我從來沒有在台灣的任何契樂團裡面 聽見過烏克莉莉這個樂器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烏克莉莉出現在台上的時候 我就覺得什麼東西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嗯那除此之外呢 這首2它後面使用了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七拍的節奏 那時候聽出來的時候 覺得就是很驚訝 然後也很驚喜 就覺得很喜歡 所以印象也很深刻 前陣子在台中回想要舉辦一個活動 叫做分貝超載 那我也再一次在那個活動上面 聽到他們現場演出的這首歌 那時候就有點想到 當初第一次聽到的時候的那種心情 所以也想要把這個 就是很興奮的感覺 然後在這邊把這首歌推進給大家 那大家還有在台灣的樂團裡面 聽過什麼特別的樂器或者是聲響嗎 如果有的話 歡迎在影片的下方 留言告訴我們喔 感謝收看樂手槽的節目 如果你需要購買樂團周邊 生活小物 甚至買賣樂器的話 也可以點下面的資訊欄 找到你需要的服務喔 當然別忘記鎖定樂手槽網站 給你最新的音樂訊息 與樂器新知 好那心力聲準備接發票 這邊有兩把PRS S2 Macari 594 這樣要不要撿啊